6個實用的小技巧 大家好我是星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6個實用的小技巧 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話可以直接略過 那如果對內容感興趣還是可以繼續看下去 因為這期影片主要是針對新玩家製作 第一點 施法設定 首先點選右上角設置 點選輸入 這邊可以選指定角色去更改施法設定 比如說活女的W技能是用快速施法的話很容易丟外 改成半自動的話會順手很多 另外說一下快速施法設成指示這個選項 按住技能時會顯示施法菌 放開技能才會施放 這位影響技能施放的速度 建議關閉 必須訓練場熟悉角色技能就好 這邊展示開啟跟關閉的差別 第二點 常用的按鍵標記 首先開啟小地圖 按住Auto 可以知道目前缺少什麼裝備材料 一開始玩的時候一定不知道精裝材料在哪裡 這個功能就很方便 那對著小地圖按住Ctrl加左鍵 這可以做連續的標記 要移除標記的話按下Delete鍵就可以移除 再來對著右下角地圖按住Ctrl加左鍵 則可以直接標記地圖 也可以標記野怪、箱子或是地上的物品 按住Shift加左鍵可以標記撤退信號 按住Ctrl加左鍵 則可以開啟簡短的文字選單 按住Auto加左鍵可以開啟信號選單 第三點 角色與造型適用 首先開啟長品 選擇角色 按下左下角的體驗就會進入訓練場 訓練場可以試玩所有的角色 也可以試用所有角色的造型 最近兔女郎造型剛出 想要購買賽季包的玩家 不妨先看一下角色的特效以及建模再做考慮 第四點 戰略 連選戰略 在這裡可以選擇角色並編輯自己的出裝 親手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出裝 可以到DAKGG這個網站 去找排行榜上玩家的路徑來用 網站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 那怎麼複製路徑呢? 首先打開DAKGG選排行榜 找到高手排行 接著選自己要玩的角色 下拉選一個分數高的玩家之後 點進去 找到路徑ID之後複製 接著回到遊戲裡 點選戰略 找一下要玩的角色 點搜索路徑 接著點篩選條件 把繁體中橫切換成所有語言 並確保勾選最新版本 之後再貼上路徑ID之後 選擇導入路徑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想編輯別人的路徑 點擊路徑旁的查看路徑詳情 點選左下角的編輯收藏甲 就可以去做微調了 第五點 出生點選擇 在新遊戲開始時選完角色後 可以看到戰略預設的收裝路徑 但有時候會碰到出生點有一堆人的情況 這時候就可以點擊地圖去更改自己的出生位置 但是要記得自己額外的收裝路徑 額外路徑則可以從戰略查看路徑詳情 點綴右邊的Next 按自動生成 再挑選一個自己習慣的路徑 那如果嫌麻煩的話 只要事先多存幾個不同收裝路徑 就可以隨時切換了 第六點 觀看重播 如果不知道喜歡的角色怎麼玩 我們可以看高端玩家的重播 去學習他們的玩法 首先打開DAKGG 點選排行榜 找到任意永恆玩家 點進去 下滑 點開對戰紀錄 找到遊戲ID之後複製起來 接著回到遊戲內 點選情報 對戰紀錄 重播 貼上ID之後就可以觀看重播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遊戲有更新 更新前的重播將會無法播放 以上六點是我專為新手玩家整理出來的小技巧 我認為可以幫助各位更快的熟悉遊戲 如果有幫助到你的話記得幫這部影片點讚 那本次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拜拜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